如果装备界有排名 那么这个男人绝对是榜首 注意看 这群坏学生又要欺负同学了 他们将黑板擦卡在门上 但下一秒 姿势优雅 面带笑容 不仅俘获女子的芳心 连男同学都为他欢呼 坏学生并没有就此罢休 趁着他上厕所 拿起一桶水泼了进去 就在他们泱泱得意之际 里面的男人却毫发无损 这给他们整蒙了 什么人呀 上厕所还带雨伞 回到教室 他的课桌被扔到了底下 女同学纷纷让出一半座位 想要跟他有个近距离接触 然而他却选择了拉开窗户 你问他的名字叫什么 换学生虽然备受打击 但计划还未终止 他们决定动点真格的 在版本帅气作指日时 他们扯谎说老师找他帮忙 版本深信不疑 然而就在版本敲门灯一刹那 一只狠手抓住了他 面对三个大喊 版本也不是对手 三人准备将他扒光 拍照发给羡慕他的女生 可就在这时 身后起火了 刚刚扔在地上的烟头吵了祸 三个呆子尝试灭火区毫无作用 众人只能选择逃跑 可外面的门在关门时被棍子卡住了 面对如此胶着的情况 三人彻底慌了身 偏偏手机还没电了 难道自己要葬身火海了吗 他们开始寻找能够灭火的药品 版本善意的提醒他 乱碰的话可是会烧伤的哦 看着神色淡定的版本 他们十分不减 只见版本扯下衣服 开始了反复横跳 这一招连奇遇都得投尸绝意 看着大伙随风左右摇摆 加上版本那坚毅的表情 三人竟然觉得版本可以成功灭火 于是他们也学起了版本 楼下的老师听到震动 赶忙上来查看情况 刚打开门 他便呆住了 这群学生在举办什么仪式吗 最终灭大大火 还得用灭火器 面对老师的问责 版本主动拦下了责任 他告诉老师 自己在向三人组 请叫酒精灯的用法时 不小心发生了意外 而反复横跳 其实灭不了火 只是为了引起老师的注意罢了 版本帅气的形象 打动了三人组 其中老大更是将版本的照片 守为了壁纸 这个黄毛一把扯掉版本的椅子 但版本不仅没有摔倒 还做出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动作 把黄毛都给看傻了 黄毛最近上了杂志 本以为能够在女生面前出出风头 谁知一则报道 打破了他的幻想 原来在风雨交加之夜 一只小麻雀在跟版本禁锁时 一块广告牌砸中了麻雀 为了拯救麻雀 版本跟了上去 他不仅在团留的河水上灵活行动 更是利用暴风 把自己送上了天 他成功救下了麻雀 最后平安落地 不过这起事件被人抓拍到了 女生们立马将版本团团围住 让黄毛心生妒忌 他开始始办 在课堂上拉椅子 在体育课大力扔球 甚至撕掉正在维修公告 但版本轻松应对 顺便用池子洗了个澡 帅到女生尖叫连连 黄毛愁眉苦脸 该如何让版本出丑呢 这时一只蜜蜂飞了进来 黄毛本想大展身手一番 奈何蜜蜂太大 班级瞬间乱作一团 而女生在跑出去的同时 还将被反锁了 留下男生遭殃 此时老是一把退去衣服 因为蜜蜂反感黑色的东西 同学们立马将衣服 脱得一干二净 黄毛也不例外 然而 就有那么一个人 人保持风度 此刻的版本不焦不燥地写着作业 一旁的黄毛目睹一切后 幻然醒悟 他决定像个男人一样站起来 在蜜蜂停留在版本头上时 黄毛拿起书砸了下去 版本一个侧身躲过 蜜蜂很快便转移目标 黄毛被吓得瑟瑟发抖 但就在这时 面对攻击匈猛的蜜蜂 版本犹如箭矢一般 跟蜜蜂打得有来有回 随后更是抓住机会 击落了蜜蜂 版本并没有伤害蜜蜂 而是将它放回自然 这一刻 黄毛动容了 因为它也被版本迷住了 同学们哈哈大小 嘲讽黄毛刚刚的自不量力 黄毛彻底误了 他要转行当搞笑男了 这个男人因为长得丑 天天被小痞子收保护费 而这一切恰巧被版本看见 小胖还以为版本会可怜他 谁料版本扭头就走 小胖跪了下来 他已经一穷而白了 那些保护费 还是从妈妈那骗来的 听到这 版本回过了头 他有一秒几 那就是到商店打工 因为没钱的话 打工赚钱 就是最好的办法 店长这样安排他们负责后勤 可当看到版本的美貌后 店长瞬间心动 版本负责前台工作 小胖则要受苦 这让他愤愤不平 自己干嘛要受这种罪 还不如继续从老母亲那偏钱 就在他想着提筒跑路时 店内突然忙了起来 顶尽一看 排队的全都是女人 他们全被版本的美貌所吸引 由于人手不够 店长让小胖过来做薯条 小胖笨拙的动作 令他连连吃扁 不过随着人数增多 小胖也开始适应 忙活完后 店长慰问了一番小胖 这一刻 小胖开始感受到了人间美好 即便是辛勤劳作 他也乐在其中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那群小痞子也来了 他们一眼认出了小胖 威胁小胖下班后取公园 源于内心的恐惧 小胖自然不敢拒绝 小痞子一上来就找他要钱 然而就在对方伸手时 他回想起版本对他说的话 他收回手中的保护费 对着小痞子大吼道 小痞子自然不少 一拳打向小胖 但此刻的他只有一个信念 这是他必须守护的东西 好在这时版本赶来了 版本仅用吸管 就让对方疲软无比 之后的事就交给小胖了 小胖站了起来 利用体重优势 给了他们重重一击 更是利用撒烟技巧 让二人类溜满面 小痞子被赶跑了 而小胖也成功守护了自己的尊严 在未来的日子 即便再碰到一样的麒麟 他再也不需要他人的保护 这个男人有多离谱 面前明明坐着一位乖巧萝莉 他不仅毫无心动 更是透过女生看小黑板 不慌不忙的坐着笔记 小二十班里的高人气女生 深受男同学喜爱 却也惹得不少女生厌烦 认为他就是个心机盖 但在他的心中 这帮杂鱼是配不上自己的 唯有版本才是自己的真爱 他决定用出他的撩海十八招 第一招 入侵对方的私人空间 以请教问题为由 肉骑士坐在对方左边 因为大部分人惯用右手 坐右边的话 手臂就会成为障碍 然而版本是无敌的 他能够左右开弓 让小爱无缝可钻 于是他便开启第二招 叫名字来缩短与对方的距离 可版本的名字是什么呢 小爱仔细回想过去 版本的名字 要么被试卷压住 要么模糊无比 就连在黑版都被老师挡住 小爱只能直接发文 谁知版本有自动加密功能 小爱继续用出第三招 模仿对方的动作 来博取清净感 可仅仅是战耻 他就手忙脚乱 小爱实在没辙 他选择了欲擒故纵 版本在这时突然起身 本以为有希望 谁知操场上的狗 比他还有吸引力 小爱哪里经历过这种挫败感 在他苦恼之际 一本书吸引了他的注意 既然科学的方法不行 小爱决定剑组偏锋 事事玄学 这是一种狐狗离的游戏 桌上放置写有答案的纸 然后参加者全员将食指放在硬币上 念出咒语后 硬币便会移动 小爱邀请版本参加 可这时两个女生走了进来 为了针对小爱 她们也要参加 版本抓住机会袖手旁观 就这样三人开始了游戏 第一个问题 是版本是否正在看小爱的书 那是小爱的秘籍 她自然不会承认 随后三人开启了力量比拼 小爱竟然成功赢过了二人 女生继续问狐仙 小爱是不是腹黑 可爱的外表下 却有着猛男的心 她又赢了 最后小爱提问版本喜欢谁 三人都满足了劲 一不小心 硬币飞了出去 传说图中放手 是会造报应的 下一秒 版本竟然被狐仙附身了 狐仙向他们提出条件 让他们在五分钟内 打个鸟居 否则她就会带着版本 前往山林 为了保护版本 两个女生着急忙慌 然而小爱却还在装绿茶 二人谴责她对版本的爱 不过如此 这句话触动了小爱 在女生搭客桌时 一张桌子不慎掉下 关键时刻 小爱站了出来 为了拯救版本 他们统一了战线 版本从客桌钻过去 甚至恢复了正常 三人都很开心 两个女生也接纳了小爱 不再觉得她怀有心机 版本恍然大悟 在紧迫下 完成共同目的 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検証成功 ですね